那么平日随手可得的盐巴如今却被凶贤拿来烟头颅 让人听了就觉得毛骨悚然 而我们实际问到化学研究员 使用盐巴确实呢是可以达到脱水的效果 尤其是水分一少细菌无法滋生 就能够达到防腐的效果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水分少了 物体本身也会变形 所以现在是让人怀疑凶贤在头颅上抹盐巴 到底是为了要保存尸首还是要误导警方办案 嘉义县水上香的这起气势案 竟然是把盐巴抹在死者的头颅上 平时垂手可得的盐巴如今却疑似被嫌犯拿来 研制人头很有可能会误导警方办案 原来不论是食物或是人体内的细胞 若是被高浓度的盐巴包围 内外渗透压就会不平均 而细胞为了达到平衡就会将水分排出 水分一少细菌无法生存就能达到防腐效果 那细胞的水分如果它把它放在高浓度的地方 它里面的水分呢照样会渗出去 这就是我们利用脱水来造成防腐的 一个效果的一个原理 其实用糖来酿造葡萄酒 和用盐巴腌制食物的原理是一样的 利用上头的糖让葡萄排出水分 酿得越久排出的水分越多 但可以看到葡萄也整个变形了 不免让人怀疑凶险抹盐的动机 难不成是为了保存失手 就连承办检察官也是第一次见过 凶嫌用盐巴淹自死者的诡异案例 但也有一说凶嫌撒盐是为了辟邪正煞 离奇的犯案手法增添案情的复杂性 中天选季博士张行 高速报道